这里是一座西南边疆的文艺小城 这里有四位中国当代艺术领军人物 毛旭辉 张小刚 叶永青 罗旭 这里有无数的斜杠少年 鲁毅来到这里 云南昆明 探访昆明的艺术图景 感受小城的文艺气息 对话昆明的艺术大师 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 身处巨大的时代变革 他们都有着怎样的亲身体验 我童年有一段时间 我们是生活在没有窗户的时间里 作为文革后第一届艺术大学生 他们又遇到了何种幸运和迷茫 把新道的书就放在玻璃柜里边 一天翻一夜 然后我们就去隔着玻璃里面 世界观都崩溃了 崩溃了 他们问我们 我们的街上有没有大象 把我们看成最原始的人来的 中国当代美术史上 掀起著名八五新潮的弩潮尔 是一群怎样的人 有遇有约 昆明艺术型 荷尔蒙年少轻狂 精彩 马上开始 昆明一直是中国西南边疆 一个不安分的小城 这里的不安分 混杂着颜料与酸碎的味道 模糊了吉弹与飞鸟的声音 八十年代的昆明 这些不安稳的元素 都曾刺激着一些无处安放的和风 这些艺术家中最早借助艺术的是张小刚 受到会画画的母亲影响 张小刚从小耳濡目染 热爱美术 叶永青五岁就给小朋友杂志投稿 并得到嘉奖 但当17岁 叶永青准备正式学习画画时 却被老师告诉太晚了 遭受打击的叶永青 无奈中带着苏联美术入门教材 给初学者的几封信 开始自学美术 这本书同样是毛旭辉的启蒙教材 14岁辍学去百货公司工作的毛旭辉 用画画打发无聊的时光 当你开始正式地跟人学画的时候 有一种本能的感受 就是我需要有一个表达的渠道 我为了更好地表达我自己 所以我需要去学画 是这样一种特别清晰的一种想法吗 不是这样的 是另外一种 因为我是上两年中学以后就去工作了 因为每天都是抓革命 没有出生产 七一年说是国民经济要垮了 学校里面还没毕业的人 赶快弄到单位上去工作 所以我14岁就去工作了 因为我干的工作是 开始是搬运工 然后是仓库保管员 就是百货公司的 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人生的理想 做这份工作 那理想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在一起的这个单位的年轻人的 共同的一个困惑 所以有些人在学小提琴 有些人在看书 虽然我觉得 他们觉得我经常戈本上画画 跟他们学美术字 有个朋友 拉小提琴的一个朋友 借书给我看 就是苏联的一个教材 就是画素描的教材 叫给初学者的几封信 上面就说了很多故事 其中就是有达芬奇画鸡蛋的事情 所以我一开始也是去画鸡蛋 所以鸡蛋画好了以后 画人就画得好 结果发现真的是这样吗 有道理 因为鸡蛋特别难画 后来就发现 画画还是件很认真的事情 不是说擦擦歌 这几位艺术家都出生在1960年前后 他们成长于同一大时代背景之下 在十几到二十岁 正值青年快速成长的时候 经历了中国大陆 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 与其他三人相比 张小刚的家庭更受到了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 张小刚的父母都曾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 文革时期 张小刚的父母分别由于之前的地下工作和出生问题 受到严重处罚 当时对于年幼的张小刚来说 并不知道父母的处境意味着什么 但现实的生活还是给张小刚留下了深刻的感性记忆 你现在除了会回忆更多的八十年代 再往前 比如七十年代 就是你的童年少年 那段成长经历你会想得多吗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去想 我觉得我童年有很多事情 是我不愿意回忆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一个人的很多东西 在童年就已经形成了 我特别赞同这一点 特别特别赞同 包括你成长之后 尤其很多的问题都是源于童年 对 尤其对艺术家来讲 我越来越觉得童年很重要 所以我最近画的一批画里面 有下意识地画了一些童年的氛围 包括空间的感觉 窗户的感觉 为什么要画窗户 都是下意识出现的 为什么要画窗户 因为我童年有一段时间 我们是生活在没有窗户的世界里面 文革的时候 成都的说我们家对面楼 就有一个胡卫兵的一个总部 他们楼上有一艇马克星重机枪 每天那些胡卫兵没事就在那打枪 对着我们这个楼就打 我们家是一个四层楼的一个 一个大楼住好多人嘛 但因为他们老打枪 我们这个楼被打了好多枪 后来这个机关里边的人就说 这样下去怕出人命嘛 就说干脆把这个楼 所有的窗户给堵上 就整个大楼就只留了一个 一个很小一个门 拿什么堵拿砖 砖头 所以后来我的记忆里边 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没有光线的 你回到家整个楼黑乎乎的 像一个大的碉堡一样的 但小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好像还觉得挺好玩的 所以后来最近的话 我画了有几张画 就画了窗户是被砖给封住的 和张小刚的父母情况相似 叶永青和毛旭辉的父母 被下放到外地 但比叶永青幸运的毛旭辉 在艺术的道路上 找到了良师益友 在那时候谁算是给您 像启蒙一样 打开一扇窗户一样 是那个陪室兄弟 还是您那个非常 不阳光不快乐的 你的那位杨老师 其实现在反过来讲 我觉得杨老师也很重要 就是因为他自知不倦地 在黑房子里边 捉摸一个东西吧 像搞科研一样的 他用那个水彩 在领摸那个 苏里科夫的那个 李贵出摸了桌瓦的那张名画 这张画我是 07年我在 在莫斯科见到这张画 当时我见到这张画 我想起杨老师来 当时我的一个曲谋老师 他是在对着什么 灵魂那幅画 印刷品 印刷品 就是一个可能是 苏联出的那个新火杂志 而且我认识他的 那么一两个月 都没画完那张画 我就觉得 当时我觉得 哎呀这种有点枯燥 这个画画好像不是 我理想中的 后来就很快 我就有另外的机会 看到公园里边 像裴士兄弟啊 他们这一类的 画风景的艺术家 画家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意思 区别在哪里 可能站在外边画画 也比较潇洒 我觉得 后来我到了云南大学 我就是想做一个课题 什么课题 课题就是 昆明的外观绘画 他们是从60年代中期 到70年代中期 这10年是他们比较活跃的 这样一个时期 而且是他们 而不是那些画院的画家 告诉我们 或者告诉昆明的老百姓 什么是油画 因为他在大街小巷 他可能就在我们窗库门口 这个地方 一看 这个地方光线不错 他就把自行车停在这 把他的画像打开 就开始画画了 外观画 简言之就是户外风景写生 法国印象派画家 莫奈著名的甘草洞 就是典型的外观画 昆明的外观派 是70年代 在昆明苗圃海耿 画风景的一群画家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就是毛旭辉的老师 裴氏兄弟 裴文昆和裴文璐 只是因为裴氏兄弟 可能更年轻 更阳光 杨老师可能在房间里面 他本身内心可能又气苦 所以可能不同的人 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状态 带给您不同的感觉 可能是比较直观的 就像今天的年轻人 比较崇拜偶像一样的 老培 尤其是老培 因为他长得也比较帅 五十青年 头发是这样的 很有文化 带着眼镜 有点像白岛的那个形象 然后喜欢穿一个高领毛衣 那个时候只有在 南斯拉夫的电影 你便能看到一些很帅的 外国小伙子 穿着那种 很宽松的毛衣啊什么的 他就穿着 他画画很潇洒 拿刀 画了刮 刮了画 然后不太拎 有时候我们画画 因为才学画嘛 颜料又贵 有时候省着省着的话 他不太这个的 他想用多少颜色 哐哐哐哐就在那弄 如果说七十年代的苗圃和海耿 是昆明年轻的美术爱好者 学习的地方 那市中心的三块宣传画牌 则是他们的秀场 当时昆明市内被认可的高手在这里画宣传画 底下还聚集很多人观摩 正常初中的叶永青就在群众的注目下 站在宣传画板前展示自己的才华 在一个小城开始喜欢艺术 其实是和别的城市的这种孩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早年在云南 在昆明学画画的时候 很快就会有一些 好像气味相投的这种小伙伴 以前我们学画画 学艺术都是野路子 没有老师 都是自己靠一些很零星的这样的一些书本 这些开始摸索 骑个自行车 跑到郊外去 看到有画画的老师 你站在背后看一下 然后模仿他们一笔一笔的 画一点那些山那些水 那些河流洗菜的农民 因为这个城市很小 在我少年的时候 昆明这个城市只有差不多五公里 那么大的一个城市 你抬脚步行 就可以从城东走到城西 跟艺术有关的东西 在城东有一块宣传栏 上面画着工业学大庆 城西另外一块宣传栏 画着农业学大在 然后城市的中间 有一张毛主席的像 有一个广场 广场的后面画了另外一张像 叫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这个画这几张广告上面站着的所有人 是我们在昆明这个城市 能够见到所有跟艺术有关的这些作者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 我已经站在农业学大在那个牌子的第二排 画工农兵嘛 最大的那几个大头像 是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大师 最有名的那些画家在画 我们就是一个小屁孩 当时昆明聚集的众多文艺人才 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抗日战争时期 北大 清华和南开 三所中国最高等学府 前置昆明合并成西南联大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西南联大坚持尊重个性 学术自由的理念 全力推动中国人文科学 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当时 钱中书 韦一多 林徽因 梁思成 金月灵 钱学森 邓驾先 杨振宁 都在这里教学读书 同样 艺术界人才 也汇集在昆明的 当时被称为中国美术界的西南联大 国力一专 当时 潘天寿官梁是这里的老师 如今在中国话谈声明确起的吴冠中 董锡文是他们的学生 提我的书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也很好的理一下这个思路 就是说 可能上个世纪是 因为陆金讲武学 他和西南联合大学 这两个学校影响了中国一百年的历史 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校 就是今天的中国美艺的前身 就是当时的国力一专 他抗战也有几年在这边 那当时包括像赵吴吉家等等的这些 都是在这个学校 他们在这边办学以后 其实留了很多当时的毕业生 在这边做老师 然后把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文化的系统 留给了云南 造就的就是有他们这一批 始终是一个比较开放包容的一种文化态度 作为文革后第一届艺术大学生 他们又遇到了何种幸运和迷茫 我当时觉得晴天霹雳 这不叫晴天霹雳 这是喜从天降 他们问我们 我们的街上有没有大象 把我们看成最原始的人来的 把新道的书就放在玻璃柜 一天翻一夜 然后我们就去拿个世界法 每天就临摹 隔着玻璃临摹 聂斌和苏里科夫这样的艺术家 连艺术史都进不了 我听了这个话 我当时一晚上没睡着觉 有欲有约昆明艺术型 荷尔蒙年少轻狂 精彩稍后继续 西南联大曾经给昆明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 但文革十年浩劫 让曾经的文化积淀消耗殆尽 1976年的恢复高考 让文艺青年张小刚 毛旭辉 叶永青再次看到了希望 他们都积极参加了高考 毛旭辉顺利考上昆明师范 也就是后来的云南艺术学院 叶永青因为体检时很内行地分析 色谱上的色彩调子 被错判成色弱而没有被录取 张小刚却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整日惶惶不安 一起去考的时候 我从来没想过会考上 后来第一榜没有我 没有我我也觉得很正常 我也不去问 但跟我一起考的一个知情 他就不服 他说凭什么没有我 别人有些比我还差 为什么就有 他去查分数的时候就查到了 就说你们弄错了 把我们分到文科里边去了 因为考美术当年不用考数学 第一榜就通过 第二榜有了 下面就是大人入学通知 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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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身边都走完了 我都没有 后来云南艺术学院出了一个通知 就说没有考上的 可以再去申请走读 如果你的分数接近的这种啊 可以去申请 哎我说那也算一个机会 我就回到昆明来 我就说我来申请走读 我去示范学院去 找到示范学院的老师 我说我 我是静宁县的知青 我来申请走读 应该怎么教这个申请书 教到哪 那个老师看了一下 啊你是静宁县的张晓刚 你的关系不在我们这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你到招生办去 你到那去找 他说你的材料 是不是被川每个提走 我听到都觉得他在开玩笑 他把我推到那个招生办去吗 后来我去招生办 他们一看我材料 说啊那个你的材料在我们这 你明天再来 第二天我去了以后 他说保险柜打开 他说不好意思 你的通知早就来了 被我们忘了 已经放了两个月了 我呀当时觉得晴天霹雳 这不叫晴天霹雳 这是喜从天降 就一下蒙掉了 而且我一看上面是油画 我不敢相信 我还从来没画过油画 我就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吗 不敢相信 哇一下感觉好像人事的路 一扇门打开了 很亮堂前面 走进大学的大毛 感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文艺气息 我记得你说你在大学里面 第一次听到是舒伯特的小夜曲 就泪流满面的感觉 那只有懂音乐的人才会那样 可能是可能是那个年代太特殊了 就是因为每天学校的喇叭都是適论啊 或者是通知你的一些什么事情 我是第一次发现 那天吃完饭 拿着饭喝 突然怎么放的是这种音乐 确实确实很感动 作为川美录取的唯一云南考生 张小刚还来不及高兴 就感受到了严峻的竞争 大学第一年我是特别的难熬 我甚至都想过要不要退学 因为我是我们班可能技术最差的 我从云南到了四川那边 我们班一看他们的画 我都惊呆了 我当时给一永期写信 我说完蛋了 他们画得太好了 比我们临摹的那些人画得还好 你们当时觉得最好的 就是被登在了这样的杂志 和书上的那种画 就是最好的 对 我们临摹的像功能兵英雄人物 形象选 上面画那些素描 其实现在看看那些 我也看得出来肯定不算很好的 也没见过更好的 后来看了以后才发现 偶尔他们画的 跟我们原来看画写里面 大师的那些东西 感觉很像 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得了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我要学了他们的水平 我估计这辈子都达不到 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有些他们都不相信 说哪有这么好 后来他来看了以后 觉得画真的是好 如今看来 张小刚担忧不无道理 他的确是落入了虎狼之血 当年他的同学罗忠立 凭借作品父亲一举成名 后来成为四川美术学院的院长 其他同学 何多林 周春牙 程从林 高小华 也都成长为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领军性人物 张小刚所在的川美大师班 也集体跨入或者逼近千万军团 第二年 叶帅也顺利考上川美 他在去川美路上就感受到了与属地的格格不入 我开始从坐上火车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了 因为从昆明到重庆 当时要坐火车要坐两天 在云南的时候 整个车厢是静悄悄的 只有一些低音 这个列车越往四川开动的时候 车厢里的分贝就越来越高 声音就越来越大 然后最后是越来越尖利的声音 就每个人都真扯着嗓子在说话 因为进了四川了 四川当时我就觉得完全像猴子在叫 我就觉得我已经到了一个完全和以前不一样的这种环境 这个环境一定是充满竞争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语言上的 语言上我们一开始一说话 我们就是一个云南的口音 然后第二天 所有的云南的同学就开始觉得出问题了 就在一起开会 他说他们看不起我们 我们说话的时候 他们就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 他们问我们 我们的街上有没有大象 把我们看成最原始的人来的 果然我到学校去 开始上第一节课是素描课 我拿着一支铅笔就进教室了 但我看我所有的同学都是拿着一把铅笔进的教室 我看上一支摆开的就是1B 2B 3B 4B的铅笔 然后HB的铅笔 先用馒头擦画面 然后再用橡皮擦画面 他有一套的程序 有一套的方法 一张作业要画50个小时 他知道头两个小时画什么 再过去三个小时再画什么 然后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到哪一步 我不行 我只有一支铅笔 50个小时和两个小时是一样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是业余的 他们专业 他们知道方法 他们知道步骤 1979年 川美的图书馆对学生开放了 在那个匮乏的年代 这样一个获取知识的窗口 很快吸引了无数求知的学生 你知道我刚刚坐在这 我看周围都是 有很多跟艺术有关的那个书 然后我就想 你们当年上学那会儿 说一本书就 为了怕人翻得烂 就一张每天把它放在玻璃板 每天翻一页 每天翻一页 那么看 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图书馆 刚开放嘛 1979年开放图书馆 然后进了一批新的画册 它每一本画册只有一本 让学生去翻的话 它不可能让你翻 那怎么办呢 它就弄一个玻璃柜 把新到的书 就放在玻璃柜里边 一天翻一页 然后我们就去 拿个数学板 每天就临摹 隔着玻璃临摹 当时我刚开放 中国好多老外 就开始进来了嘛 学校里边每天 都是很多的这些旅游团 就来参观 那些老外就看见我们 这样临摹 就说就觉得很好奇 他们你在那临摹 他们就围观嘛 就是这样学艺术 他没见过 有个老太太 我觉得她看我看了半天 完了以后 她说我能不能跟你合个影 我说可以啊 我现在还记得她的表情 表情是什么 就是有欣赏 有同情 有怜悯 有反正很复杂的一个表情 很有意思 可能跟她所有这一辈子的经验 都没有关系的一种情况 排单照回去 可能要跟她的亲戚朋友 要谈 你看中国这些学生 他们怎么这样学习艺术 这个很有意思 每天早上天刚刚亮 在吃早餐之前 我们就拿着画家子出去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画一张早上的色彩的竖写 画完了以后才去饭堂里面吃饭 周春牙坐在中间 张小刚和我一边一个 周春牙当时画得特别好 我和张小刚就是他画一笔 我们画一笔 就是恨不得就开点油这样的 每天的晚上 我们的寝室里面是十点一 灯一关 所有的人都抬一个小凳子 坐在走廊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睡觉 你要在走廊上看会儿书 背两个单词 每一天的晚上都是排满了 要画周围的同学 说今天画周春牙 明天画马强生 后天画张小刚 我们是一个学习的小组 组成不同的学习小组 就大家轮着当模特 一个一个的画 把最漂亮的女同学 或者形象最好的人 安排在星期天的下午 星期天下午我们能画一张色彩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也是特别无聊 也没有任何娱乐 也没有任何大众的所有的东西出来 然后我们要去看一场电影 我们要去蹭公共车坐 蹭着公共车坐一节 然后又走路走一节 然后一点一点的移到城市中心 看一场电影 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有日本电影了 第一部日本电影是叫追步 看完那个电影以后 要画记忆画 把每一个细节 因为有那么漂亮的色彩 然后要一本一本的画这些东西 同时大毛在学习中 也对艺术有了新的认识 那如果回过头去看您这个艺术生涯这么多年 大三那一年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你可能突然意识到以前 意识不到的一些东西 对 有一次和我的老师在讨论 我们那个老师是中央美业 毕业的一个右派 我们还是挺喜欢他的 闲聊的时候他就说 列宾和苏里科夫这样的艺术家 连艺术史都进不了 我听了这个话 我当时一晚上没睡着觉 我认为成为画家 就是要成为列宾和苏里科夫这样 世界观都崩溃了 崩溃了 那天晚上真的 你当时没有质问他 或者甚至是愤怒的跟他有一些什么辩论吗 我肯定对他态度当时是不好 但是我说不出什么来 只能说个为什么 为什么他就说 那你去好好的去看书吧 那个时候就开始去图书馆 开始找书来看 这个时候也挺好的 就看到那个艾伦堡写的那一套书 人生岁月什么 他是个记者 所以他在巴黎的时候 他接触过太多的 今天在艺术史上的这些大师 从毕加索 莫迪格尼阿尼 墨西哥的那个李维拉 还有就是十月革命之后 有很多的俄罗斯的作家 不是流亡到欧洲吗 什么阿托尔斯泰 而且都是他亲身接触过的 就是像你一样的 到了艺术家的工作室 和他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我都看毕加索的立体主义 然后跟他聊天 当时看了一下才发现 哇 艺术是那么广阔 而且充满了一种悲剧色彩 当时他也情不自禁地 经常在战颂这个巴黎 他有一句话 他说在巴黎空气里面 都充满了艺术 作为一个大三续学生 看到这样的话 就特别向往 然后他的那本书 我也是大量的抄 因为那个时候 得到一本书不容易 就会去抄 中国当代美术史上 掀起著名八五新朝的 怒朝尔 是一群怎样的人 他是叶帅 以后我们就是两种人 那些教师的统资楼里 有你一间房子 他说以后我要回到 这个学校都难了 两年以后他就去世 其实社会并不需要艺术家 如果你还想画画的话 那只能一边工作 一边成为一个业绩的画家 成为一个星期天的画家 鲁豫有约 昆明艺术型 荷尔蒙年少轻狂 精彩 稍后继续 1980年2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周年美术作品展 及第五届全国美展 在北京举行 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的 陈丹青 画出了追本溯源 向心目中欧洲油画直径的 西藏祖画 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 来自北京上海的 艺术声响越来越大 不断地敲击着 张小刚大毛和叶帅的内心 1980年的暑假 他们踏上了去上海北京 上下求索的游学之路 一年级下学期开始 我们的很多同学就开始 在外面参加展览 获奖 一炮一炮的走红 这些东西都反过来刺激我们 后来陈丛林去了一趟 他自己出去 有一个旅行去 后来他去上海见了 陈丹青 见了陈与飞等等一系列 然后回来 他跟我和张小刚说 他说你们俩一定要出去 陈丛林从上海回来以后 他跟我和张小刚说 他说你们一定要出去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才是真正的高手如临 去看看江府 我和小刚当然很渴望 然后给大毛写信 然后大毛也同意说 我们要计划的有一次 这样的一次旅行 出远门 但当时我们没有钱 陈总理说 我帮你们存钱 你们每个月给我十块钱 我帮你们存起来 陈总理帮我们存了一百块钱 那个钱存的差不多的时候 大毛说他们也可以了 80年我去上海北京了 沿着长江上下求索 到处拜访这些名家 记账都是我在记 我告诉他们 我们每天只能花多少钱 每天不能超过一块五的消费 几个人一起 当然七八个人一起 就是每人每天不能消费 不能超过一块五 不然我们就回不到家了 一块五包括了 除了车票以外 就是你的持住 然后就大毛他们到重庆来 和我们会合 在长江的码头上出发 坐着一个江轮 穿过三峡 然后武汉 南京 苏州 一直到上海 然后天津 到北京 然后回到云南 这样的一趟 见了很多的人 见风景 见天地 那一趟对我们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去陈一飞 那拜访 陈一飞刚刚要出国 阎文良先生那会儿 在去他们家里 阎先生那会儿 已经八十多岁了 拿一个放大镜 让我们再看他 他的画后来都很小 画一个西瓜 西瓜上有小的水珠 用放大镜看 说有水珠 你们看看 有水珠 水珠旁边有一个小的瓢虫 老先生到后来 已经完全是玩这个了 怀揣着艺术梦想 拥有无限创造力的 艺术大学生毕业了 但八十年代初的中国 显然还没有做好 迎接他们的准备 大学毕业后的他们 陷入了更深的迷茫 最幸运的是叶永青 得到了当时最好的出路 成功留校 人人都羡慕我 人人都觉得我是一个 时代的信仰儿 有两个同学是分到西藏 然后有其他一些人 被分到阿爸的草原 有的人被分 被到大梁山 那都是就叫一去不复返 在当年那个时候 前途茅茅 你就根本跟技术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算是真实幸运 就留在学校了 我还记得现在 我好朋友 有一个同学 后来他已经去世了 叫刘世彤 非常有才能的 宣布那天 我和他一起 去一个卫生间里上厕所 他说叶帅 以后我们就是两种人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以后 你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了 那些教师的统资楼里 有你一间房子 他说以后我要回到这个学校的南了 两年以后他就去世了 张小刚却在找工作时遇上滑铁炉 在昆明 只要与艺术沾一点边的单位 张小刚都去试过 毛旭辉带着张小刚抱着他的名画 暴雨将至 去给云南艺术学院的相关领导老师看 看完后的人只是一言不发 文化局创作室进不去 文艺学校进不去 中学没有指标 最后集体单位昆明采应场也联系了 还是未果 毛旭辉虽然有原单位接收 但原单位百货公司 却是他当初考大学前最想逃离的地方 以为生活即将重新开始的时候 大毛却又被打回了原点 碰到我毕业了 你怎么开始 社会上并没有说 因为你学了四年的油画 我就给你一个心安理得 给你一个专业的工作 我又回到百货公司 我回到百货公司去报到的那一天 我心情特别难受 我在那个精品百货商店的 那个楼梯上站了很久 我说我这一趟走的是怎么回事 我想不通 我画的都是油画 怎么又回到百货公司来 我来干嘛 我父母来讲 自己的儿子考上大学 在那个时候还挺光荣的 学了四年以后 我又回到原地方打转转 就觉得其实社会并不需要艺术家 如果你还想画画的话 那只能一边工作 一边成为一个业余的画家 成为一个星期天的画家 卢梭就说他是星期天画家 因为他是一个税务员 他每天也要去上班 就像考普考每天也要去办公室坐着 写作是自己的事情 其实在大学毕业后 我才知道艺术是自己的事情 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 那我还不会成为这样一个画家 波兰壮阔的八十年代 就在这颓废的气氛中拉开了序幕 也许是天将将大人 也许是沉睡的狮子还会苏醒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 等待着时代的召唤 准备着掀起中国当代艺术的巨大浪潮 八十年代的昆明艺术家们 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据说只要有现代两个字 对 我就买 我就觉得我需要用这些东西 把自己给武装起来 对的 这个是伦伯朗 那个是米勒 那个是雷罗 当年展览这么牛呢 是吧 我喜欢西方版纳 是因为我崇拜高跟 就变成一个像高跟一样的画像 如今 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 曾经遇到过怎样的困境与挫折 张小刚 他带着他们来找我喝酒 可能我这话崩溃掉了 大毛是大哥嘛 就看着大毛 大毛像半天 焦就焦 不要让他们卡不起我们习难人 近四十年的艺术之路上 他们都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我们今天吃你们家亲戚 明天吃他们家的朋友 就这样能排 看能维持多长时间 就不要脸了 就什么都不管了 就是只要能在北京混下去 其实回想你说的 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 做的都是最简单的事情 荷尔蒙夏大师的时代 精彩